所以整套信息会每一篇都提起 让你知道神的伟大 但记住就是 当你知道神的伟大 按照你自己的内涵去回应 即熟神的内涵回应 我相信有时来的信仰 会在短短的 这套信息开始的 头几个星期至到半年 是有时来最突破的 有生之年 你没有想到自己的信仰可以这么大突破 在这套信息当中 我们部长多谢神 三个星期后这一点会讲成半个小时 即是如果你们生成 否则你们就预备好了 等到可能四月才将这个重点提起 这一点如果是三个星期后 你们可以的话 即是你们做足功课的话 我们就会花半个小时和大家讲这一点 关于我们生日的秘密 以及关于2012年 究竟有什么事 我们是要留意的呢 尤其是我们教会 事实上我到时会计算 给你们看到 在时代历史当中 我们教会的身份是什么 在圣经看到 OK 而你在经历 而当我计算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觉 是没有办法有第二个可能性 OK 当然大家都很想现在知道 不过没有办法 对吗 好了 我们开始讲讲今天的正题 我们来看看图一 我们继续讲关于完美的食物 我们继续讲关于糙米 其实你会看到 我们讲的糙米 其实是一个可以说 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无论是我们在身体上 要健康 或者是医疗 或者保健 甚至是储量 都是一个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选择 因为 其实我介绍了这些完美食物之后 和完美运动 我会拍入在2012的讯息当中 都会提醒的 但现在你们听了之后 就会对你们很有帮助 当然我假设 你对千年重的讯息的认识 对我以前讲关于 进化论 或者科技阴谋 或者国际阴谋 这些讯息 跟进大家听足 因为如果不是进入2012 你们会比较陌生 和没有那么享受 因为那些讯息是保证的 包括2012也是 因为里面牵涉到 遇到一些问题 因为不同的地方 他们会遇到不同的事情 就像现在我们看到 台湾、日本 根本不断 他们自己的国家 都教他们储量 明白吗? 就是说 因为他们根本是 在这个灾难当中 他们吃正风 但是香港 或者不同的地方 其实我们全世界 都有地方 是遇到不同的冲击 我相信香港会遇到某种冲击 这在2012的讯息当中 我会和大家分享 但是美国遇到另一种冲击 那种冲击 当跟你说的时候 你会觉得 简直是很疯狂的 但是这个是圣经里面 有提到一个很特别的时代 就是我们将会全世界 都要作出一个不同的回应 而我们再看图一 其实草米很有趣的 其实所有野生动物 都基于他们的本能 其实是会选择草米的 譬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把草米和白米混在一起 让鸡吃 那些鸡会选择什么东西 是选择草米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他们的本能 能够辨别得到 但是人类的本能就不太辨别得到 譬如曾经一些 讲草米的学者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把两碟的米放在里面 一碟就是草米 一碟白米 去给麻将吃 他们发现 绝大部分的麻将 都会围着吃什么呢 就是吃草米 只有一只 傻傻的麻将就要吃白米 就是说他们 或者没有位置 或者被人赶 但是总之就是 绝大部分都是吃草米 而事实上不单止是这样 有些看的米瘡的人 都已经是一个 就是他们发现了一个实验 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那个米瘡是摆白米的时候 这些吃白米的老鼠 他们会有脱毛 皮肤红肿 溃烂 而并且捉那些老鼠吃的猫 自己也是脱毛 皮肤红肿 又溃烂 那些老鼠长期都好像 那些老鼠都像濕黏黏的 但是另一个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米瘡 转转放草米的时候 那些猫和老鼠都健康了 OK 即是连他们也有益 所以你看到这种 根本是我们大自然的本能 是会选择 其实一样对我们身体好的东西 而好的程度实际太大 我们会很明显 会选择这个方向 我们看看图仪 吃白米饭的缺点 所以白米饭 你只能够当是甜品吃 不要当是吃饭吃饭 其实你记住 那是甜品 所以不要吃那么多 我吃四碗饭 那你差不多自我毁灭 你饭一定要少量吃才行 因为吃白米饭的缺点 其实是很多 它产生很多的现代病 其实都是由白米饭所产生的 而吃白米饭的缺点 第一就是它的维他命B1是极之少 第二就是它的淀粉质是黏性很强 所以会制造很多宿便 在我们的大肠会制造很多甜湿 第三就是它含极少量的营养和矿物质 导致身体机能不能够健全 第四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产生酸性 而这个酸性会使我们体质酸化 导致我们容易生病 第五就是它纤维量含得极之少 所以不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肠去排便 但是本身的草米的存在 是帮我们的大肠去排便的 第六就是吃白米饭的时候 我们会对盐、糖、很多味精的要求量会大 甚至我们对油脂肥的东西和肉类要求量会大 这会增加我们内藏的负担 其实吃草米是不会的 原来吃草米会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你不会对油、肉、依靠量大 你会越来越少想吃肥的东西 那么特别的 我们看看图三 其实原来大自然本能是会选择 草米的杯牙的 无论是小麦的杯牙或是草米的杯牙 因为那个就是我所说的 杯牙就是它生命中的中心 而生命也是可以说是 现时科技没有办法研究的一个题目 因为科技根本没有复制生命 科技也不能够了解生命 为什么是永存的 但问题是原来在一棵植物里面 它的种子就是存在着一种这样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 这种生命力 如果当我们用它去补足我们的身体 发现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疾病会没有 或者有很多的问题会痊愈 我们先看看图四 原来植物当中的生命力 基本上就不是在那棵植物里面 是在那棵植物的种子里面 这个种子就是它将 人也是 就是将我们的生命 可以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如果不会有天灾人祸 将它完全毁灭的话 你发现它可以一代一代一代 这样永活下去 你给它足够的食物 足够的空气 足够的阳光 它本身是有这样的生命力 存在在它里面 但问题 第二 我们说过了 就是如果我们将一个的草米 磨了它的那棵植物 没有了杯牙 它不会再种到这种生命出来 如果你放在水中种 它会浸得久就会腐烂 因为它没有了那种生命活力 而没有了生命活力 对我们的身体影响 大到到今时今日 我们在科学里面看到 那种程度是痣癌 和很多我们所说的现代病 所以你会看到 例如像牛 你给枯草和新鲜草吃 它都是吃新鲜草的 你会看到蚕蟲 你给新鲜叶和枯叶 它都是吃新鲜叶的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 原来当我们身体有一个 健全的本能的话 我们是选择有生命力的东西去吃 但唯独人类 这种本能是不健全的 是退化的 因为其实本身 你会看到动物 它们集中是靠它们的本能去生存 但是人类有另一个本能去生存 但是当人类这个本能 知识这个本能 是理解了一些错的知识的话 那变成我们寻找我们自己 对生命有帮助的食物的本能 就退化了 就不能够帮我们寻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尝试看看图五 在这里我们再补充 糙米的七个好处 因为这点就如我所说 如果我们只能够介绍一种的食物 尤其是在储量 或者最严峻的情况下 一瓶水再几包 这样的攜帶的糙米 你已经去哪里都可以了 因为事实上 就算提到如果真的去到 好像七年代争 大灾难之前 这么大严重的灾害的话 储量其实基本上 大部分人家储一个月就足够了 因为如果你说 我储了一年 一年是没有这样的必要 不过可以 如果经济上可以 你就住一年 但其实住一个月就足够了 因为以香港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发现一年没有食物 其实你都要找地方走